嗨,姐妹们,我来了 今天做的这个半熟巧克力蛋糕真的把我惊艳到了 满满的巧克力味真的太香了 吃起来口感纯正又浓郁 制作起来简单又快捷 姐妹们快安排起来吧 150克的黑巧克力隔热水融化 加入80克的玉米油搅拌均匀 3个鸡蛋加55克细砂糖搅拌至砂糖融化 为了让这款蛋糕吃起来口感更细腻 鸡蛋一定要过筛一遍 过筛好的鸡蛋液分两次加入到巧克力中搅拌均匀 一定要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下一次的鸡蛋液 15克的低筋面粉跟10克的玉米淀粉依次过筛 将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蛋糕我们用吐司盒来烤 为了脱模好看 吐司盒垫上一层油脂 再倒入巧克力面糊 将它们占两下整平整 烤箱180度提前预热 烤23到25分钟 烤制的这个时间可以看一场冬奥比赛 哇好香啊 取出后待它稍微冷却就可以脱模了 会流心的半熟巧克力蛋糕就做好了 姐妹们你们学会了吗 一块巧克力蛋糕 一杯咖啡 这样的下午茶真的太让人上头了 姐妹们还等什么呢 安排起来吧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